可能會多講個十分鐘 抱歉 因為實在是嚴重落後 跟我們的疫苗一樣 真的要疫苗嚴重落後 沒關係啊 大家可以再等 台灣還好 報紙說 西方報紙說 為什麼亞洲呢 我們可以等他們試驗完 大規模吧 我們大家還好 這句話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有點道理 因為呢 那麼多疫苗 你怎麼知道不會有副作用 不會啊 到底有沒有用 對 不知道 打了比如說 長個黑的長個白的 會不會不一樣 會不會不一樣啊 正好英國現在一天接種14 一個禮拜接種14萬人 大規模 大規模的測試 但是之前請大家 如果聖誕要去玩啊 要去幹嘛 千萬要戴好口罩 這樣的策略最大的困難 就我們自己不能搞不定 不要錄起來 好 因為 原歸正傳 我們課堂上不要講太多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有效位能 所以重點就是轉動動能 如果有腳動量手衡的話 它基本上跟位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本身還是轉動動能 不要忘記了 可是它的這個計算就會變成 跟位能非常的類似 因此我們就把它叫做 Effective的位能 有效位能 Effective 本身不是 但是很有效 你以後會常常碰到重點 有廣義 坐標就是非常非常類似的一個概念 它不是坐標 它當然不是坐標 基本上跟坐標一樣啊 而且比坐標還好 同理 這個位能呢 L平方除以2mR平方 是不是位能 不是位能 它但是比位能還好 OK 好 總之呢 你把原來的位能 我們以這個 不管有引力以來做例子 重溢位能呢 是r分之1 所以這裡寫了 負的r分之k 它把這個gm 把它全部收集成一個常數 所以它長得像這樣 那mR平方分之L平方 這個部分呢 是正的 所以它的r平方是越來越小 所以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就是因為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那你把兩個加在一起 它就會出現一個像這樣子的凹下來的一個動物 OK 你看嘛 我當初跟你說 這個樣子的位能 會常出現 能就出現 OK 所以我出現了 你很難想像 它事實上是在重力的情況下 OK 好 不用我再提醒大家 腦筋裡面就立刻要浮現 如果出現這樣的圖呢 會怎樣 保證遞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有兩個 如果你的能量太低 它就有兩個折半點 能量比較高 它就只有一個折半點 如果有兩個折半點 它就是束縛炭 如果只有一個折半點 Sayanala 就是 一千的緣分 就是來進來以後 再來就走了 OK 再也不會回來 OK 等等等等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化合物 我們現在講的是行星 或者是彗星 或者是衛星 或者是所有的星體 繞著地球或太陽的運動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自己想像 我們剛剛講的這三種情況分別是什麼 OK 就從上面的下來 如果說你的能量夠大 大到比0要高的話 你的起始能量比0要高的話 那就表示你曾經到過無限遠 所以你從無限遠來 你從無限遠來 那麼你的能量至少一定是0以上 對吧 好 來自無限遠 宇宙的visitor 宇宙的訪客 他來到這邊來了以後 我就回去 但是 這個是R喔 不要忘記它還是二維的運動 所以R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都變得越來越大 它還是在轉 因為不要忘記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就是一個 咚這樣進來 不是不是 它是這個綠色的這個 OK 它還是有一個轉動的腳動量在那裡 OK 這個千萬不要忘記了 所以這個綠色的這個彗星的運動 就是我這裡所描述的這個 因為我已經把二維的問題 變成一維的問題這樣 會心 來 能量稍微低一點 如果說呢 你在這裡 對不起 我們的所謂的束縛態 它有兩個折斑點 所以以這個圖來說 它在R2跟R4的中間 會來回的變化 等等等等 它並不是來回這樣震盪喔 因為它是一個二維的運動 所以你就要想像成 椭圓 有長軸 短軸 有近日點跟遠日點 這個呢就是所謂的近日點 如果它是太陽的話 這個就是近日點 這個呢 它就是遠日點 OK 所以近日點 遠日點 所以你搞不然你問題沒有很多問題 可以像這種方法來想出來或猜 因為它有告訴你遠日點 所以可能有點用處 OK 好 近日點 遠日點 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能量再低 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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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 就把它半天都不動 連行軌道 OK 所以所有的行星的軌道 用這個Effective Potential的方式 就可以完全一目了然 至少定性上面就可以一次 OK 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So Beautiful的一個 你說你要投資的沒有什麼嘛 就是稍微忍受我上剛剛那節課裡面 花了一點點時間講 在極坐標裡面你的速度要怎麼樣的表示 花一點點投資 竟然可以得到這麼大的一個回報 真的是CP值超高 用你們的說法 CP值超高 OK 好 再來就CP值不那麼高了 照理講我可以把整個軌道都可以算出來 CP值不那麼高因為太難了 但是原則上可以做一些積分 有興趣的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R跟T的關係找到 R跟T的關係 太難了 R跟T的關係可以找到 通常在高中的時候學橢圓的時候 我們通常需要R跟F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那R跟F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來找到 你告訴我它的能量是多少 你告訴我它的這個L是多少 就可以告訴你它的R跟F的關係 這個有點難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弄出來的話 要用一點點積分 所以我不想在這邊講 但是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 簡單的說法就是你的能量等於2分之mR平方 加上這個 對不對 那麼你立刻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把RDOT給算出來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RDOT就是能量減掉你的位能 只是現在的位能包括動能在裡頭 OK 所以這有這樣子的一個函數在這個地方 那RDOT就是DRDT 所以呢 是冠語問的嗎 對 冠語問的問題就是 那這個東西我怎麼解 再一次再提醒大家 這方法可以告訴大家 雖然你不要真的把它算完 但你的方法還一定要記得 DRDT 右手邊是一個R的函數 那怎麼辦 很簡單你把R移過來 DT移過去 就變成這個 這個是太好用的一步 你每一個大學生 第一個反應一定是這樣 只是你別說做不出來而已 沒有這麼好的事 但這麼好 那你當然就爽到了 所以這個呢 就移到左邊 DT就移過來 那所以兩邊就可以積分 這個呢 如果你這個可以積出來的話 那麼它就可以 右手邊那個不進 而易 非常簡單的一個結果 那phi and more or less 是如此 時間的關係有不多 但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關係找到 它真的是一個活用 OK 好 講完了 所以呢 我們對一個例子 它的攪動量 Tao等於DRDT 就更深刻的了解 這時候你有點感動 請記得 所以我再加一句話就好 實在是囉嗦 但是這句話很重要 Tao等於DRDT 不是只有轉動 才有這個問題 才有這個結果 但是任何的例子 你看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雖然是一個轉動 但是我剛剛說過 如果是彗星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彗星也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彗星如果是在原子的物理裡頭 就叫做散射 剛畫過一個例子 打過來就彈回去 那個叫什麼 那個 羅塞祖的 羅塞祖的實驗 欸 羅塞祖的實驗 所以打過來之後彈回去 那就是一個 那不是一個 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旋轉啊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角動量 它一樣的角動量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角動量只有在旋轉的問題 當然啦 在旋轉的問題是最有用的 但是不是只有在旋轉的問題 好 好 來 那現在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繼續往前面走 那如果是鋼體怎麼辦呢 欸 鋼體也不難啊 你有看你把所有人要能夠 往前面進 所有的這個都已經得到了嘛 對不對 如果是一顆粒子 就是兔等於dL dt 而L的定義呢 是R cross p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是一個鋼體 我就把所有的L加起來 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兔加起來就好了 哈哈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這一步到這一步 簡直是容易到不行 所以呢 這是一顆粒子 兔等於L對時間的微分 那如果有很多顆 我現在就加一個主標 這應該叫兔I 這叫Li 而Li呢 就是Ri cross Pi 所以所有的L相加 就等於所有的R cross p相加 就等於總的腳動量 這要怎麼算 你們到時候會痛苦啦 但是呢 至少原則上可以這樣定義 好 它就會等於什麼 右手邊就是所有的濤加在一起 所有的濤加在一起 照理講也會有內力 但是內力呢 一樣有第三定動域的關係 它事實上會抵消 這句話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 不過沒關係 比二年級再讓老師來仔細說 但是呢 原則上就是第三運動定律的關係 使你對我的力跟我對你的力 兩個做的力矩會互相抵消 在很多情況下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這個兔呢 照理講兔全部相加 包括內兔跟外兔 現在內兔就可以完全的丟掉 只剩下外力矩 各位第一次見面 所以呢 兔等於DLDT 原來對任何的鋼體也是對的 不是只有對這個鋼體 不是只有對這個一顆粒子才對 對鋼體也是對的 OK 所以一樣 鋼如果是等於0的話 腳動兩手 腳動兩手 來 腦筋又開始裂開來了 沒錯 定義到這裡 你當然會又回到問同樣一個問題 那如果是固定軸旋轉 我們之前的還算不算數啊 對不對 你之前曾經承諾過我的還算不算數嗎 沒有別的意思 陳諾過我的到底算不算數呢 所以呢 這個一樣的道理 不過現在你應該可以猜得到 我要給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要給你的答案就是 如果我這個新的定義呢 是沿著固定軸 因為在新的定義裡頭 不管是L或者是剛剛講的T 它事實上呢 算完了以後都可能有斜的方向 但是我如果有一個固定軸 在一個比較特例的情況 就是有固定軸的旋轉 就是之前談到的不管是滾動啊 不管是爆爆爆啦 不管是那個摩天輪啊 有沒有聖誕節要去過摩天輪的 都像摩天輪那樣的情況 那我這個剛剛講的這個 比較普遍的定義 還可不可以適用在上面 答案是可以 但是你要小心 你的這個Lz呢 應該是要投影在z的方向 OK 所以你看我這裡寫Lz 那中間的這個推導 所以推導完了以後 腦筋裂開來以後 答案很簡單 它就等下我來看 這件事情是對的 OK 但是有一點小麻煩 我都不在這邊講 那Tau也一樣 這個Tau呢 所以說你要講Tau等於I 之前所知道的那個Tau等於Iα 在這裡對不對呢 不完全對 但如果你把這個Tau投影在垂直於 投影在固定軸的方向的話 就是所謂的Tauz 以我的符號來說 那麼你可以證明它這個Tauz呢 的確是Lz的時間的位置 那當然 而Lz呢是等於有Omega 因此Tauz等於Iα 所以一樣 你要把它投影在固定軸的方向 之前所有的東西呢 就全部都是對的 可以嗎 而這件事情也沒有太多人把它這樣寫 所以呢 沒辦法 好 因此今天唯一會考的 如果你撐到現在還沒有睡著 賺到 這是本章唯一會考的東西 腳動兩手 這個當然 沒有什麼好說的啦 這個大家可能從小 從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帶你去那個科學博物館的時候 叫你玩過這個玩具嘛 對不對 沒事叫你坐在一個板子上很可笑 全班都看著你 你叫你 叫那個 還是你都沒有玩過 有嗎 那我就不用再描述了 沒有玩過就跟問那個有玩過 就看那個笑的那個都有玩過的 這個椅子如果這樣轉的話 你把這個手拉過來的話 你就越轉越快啊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好 那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腳動兩手 他絕對講不清楚 小學生跟他講腳動兩手 別鬧了 就說 這有超人神力在你頭 說不定他會比較懂 OK 好 我們當然大學生不能這樣子搞 這是腳動兩手 OK 第一個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腳動兩手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所以大部分的教科是不仔細寫的 第一個 力矩等於0 這當然 因為你坐在上面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對不對 這個板凳呢 對你唯一所在意義都是往上撐摩擦力等等 這些都通過你的身體 這個脊椎 因此呢 力矩等於0 不管是什麼力 摩擦力當然有一點小心 如果是這個方向的摩擦力 那有力矩啦 所以你假設他是很平滑的 如果不平滑你力矩就 如果不平滑力就不等於力 所以你假設他相當平滑 沒有這個方向的力矩 沒有這個方向的摩擦力 一轉就一直轉就對了 一直這樣 好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唯一這個板凳對你的力呢 再來就是往上撐 往上撐通過你的直心 因此力矩等於0 可以嗎 這講快一點 我也可以自己把它想清楚 好力矩等於0 你會表示這個東西呢 是腳用手嗎 腳用手 但是呢 這個你的手本來是這樣 又不知道進來這不是鋼體耶 有沒有發現 這是麻煩的地方 所以很多書也不講清楚 這個不完全是鋼體 它是什麼 開始是鋼 對是人體 一開始是鋼體 是不是鋼體 一開始是鋼體啊 你要舉好啊 老師小朋友不要一直動 舉好 好 來轉 一開始是舉好 一開始是上面 好 那你手進來 小朋友把手伸進來 後來呢 後來是鋼體 中間不是鋼體 所以這個是你的小小的 小小的 你要注意 但是不管啊 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所推導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一定要是鋼體 沒有啊 沒有要是鋼體啊 所以腳動量還是手 OK 好 那如果腳動量是手橫 那重點就是一開始是鋼體 後來是鋼體 所以呢 一開始的鋼體的腳動量 跟後來是鋼體的腳動量 我還是可以用Iω來表示 Bingo OK 所以簡單的結果 Iω等 我應該寫清楚一點 Iω1 IωI等於IFωF 因為一開始是鋼體 後來是鋼體 雖然中間不是 但是至少它回來了嘛 回到我們的班上 很多同學 很快他們不站 等下節課就會回來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回來以後就IωI等於IFωF 所以呢 如果你把你的手伸進來的話 你的I自然就下降 因為mR平方 你的力幣比較短的時候 你的I變得比較小 因此容易就變大 這個當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果 最適合的就是給小朋友看 所以如果要去做老師或是幹嘛的話 這的確是一個最漂亮的一個實驗 那你看到這個我們自然界 跟我們想像不太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有這樣一個結果了 聽懂了 所以中間有些奧妙的地方 剛剛有多多跟大家交代了 主要就是因為 大家一開始是鋼體 後來是鋼體 所以一開始的鋼體 我可以用Iω力來表示它的腳動量 後來是鋼體 我可以用Iω力來表示它的腳動量 那中間反正腳動不滅 好手這樣子 好 那這當然一大堆的應用 比如說你跳水的時候 跳上去的時候 跳上去的時候 你如果在中間要表示說你很厲害 要轉來轉來轉 就是把手伸進來 我記得喔 我好像還有一個 我好像還有一個影片 這個是一個好長好長的囉嗦的不要煩 對 沒有 就是這個啦 就好像直接給大家看這個 腳動量 手呢收進來 就越轉越快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非常亮 漂亮的嗎 不過因為我信 這教學影片 但是很少把這個教學影片收集得這麼好 好假的 L是一個Constant L等於IOMEDA 你看美國人多容易教 好 那手伸進來以後 就都放影片裡面看就好 真的 好 這樣我就再給大家看這一段 頭鮑魚 好 頭鮑魚 那頭鮑魚嗎 那個冰球 我覺得這很沒剪接 我覺得我的手會看不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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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可以考的 所以呢 比如說 一開始兩個人在這樣 好 在轉的當中 兩個人都用手這樣動啊 動啊 動啊 把一個要放進去 他就一轉越快要上進去 有興趣的來看一下 那這個在自然界的這個 尤其是大氣 大 太陽系的生成是很重要的 好 這是會考的 這剛剛的題目是會考的 好 太簡單了 送分題 但是因為太重要了 所以還是要記得 好 這個不會考 但是呢這個還滿有趣的 我們終於要回到 我說呢 40分鐘 哇 講了一個小時又40分鐘 好 本來應該40分鐘就要講到的 陀螺的進洞 這個叫做陀螺的進洞 好 這個陀螺的進洞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呢 當然是 角動亮手 這個就不是角動亮手了 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事實上是有異局的 OK 好 那這裡要做一個近似 那就是一個快速轉動的這個陀螺呢 它的omega自然就是沿著它的對稱軸 當然 就是繞著它的這個軸 繞著這個軸 繞著這個軸 當它轉得非常快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照理講 至少你看到真實的現象知道 等一下會秀給你看 為什麼 這個東西還可以這樣轉 所以它只有兩個旋轉 一邊這樣轉 一邊這樣轉 OK 所以你的omega是有兩個 或者兩個相加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omega轉得很快 大部分的陀螺 這個都轉得比較快 可以嗎 這是一個近似 這樣比較好討論 等一下會告訴你 不是這樣的近似的話 會怎麼樣的動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近似的話 這個就轉很快 這個轉很快 你的omega就幾乎很上 就是在這個方向 這個有 但是這個忽略掉 可以嗎 所以第一個近似 我們先把這個的omega忽略掉 所以唯一的旋轉就是沿著轉動軸 OK 如果是沿著轉動軸 那因為它是對稱軸 那這個一看就知道 L是等於iomega 為什麼這是對的 也是要推倒的 不過因為實在太自然了 所以我們就偷渡進去 L等於i乘上omega 可以嗎 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少少被我說服 對一個快速轉動的陀螺 omega也是在這個方向 L也是在這個方向 可以嗎 好 好 那真實的陀螺會怎麼樣的動 它會這樣動 它的軸會繞著千直軸來轉動 不過時間的關係 我跳過去 你可以自己玩這些東西 這也是 這有真實的影片 我也跳過去 我們先把結果 好不好 還是看一下 你按一下圖片本身 它在轉了 轉了以後你就發現 它的軸就會慢慢繞著千直軸 比較妙的是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我想起來的 它可以幾乎到完全垂直 你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在地上滾 沒有沒有沒有 它不是滾在地上 它現在就是完全靠那個 現在當然滾了 但它有一瞬間 它基本上幾乎完全垂直 你有沒有發現 OK 好 你可以自己再看 這個是一個很可笑的一個 反正這樣網上什麼都有 OK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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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為什麼 哪一個東西在轉 好 好 我們物理當然不要只有看 我們不是美國人對不對 沒有美國人 我們有說點數學嘛 對不對 來 所以這個現象 你第一個發現 它並不是腳動量手的 當然 OK 為什麼 因為有力矩 先把力矩找到 力矩是什麼方向 力矩是R cross F 等等等等 現在你看 你已經學到這個地方 你的這個R cross F 一定要有一個圓點 那你要是 要你讓你選 你就選怎麼做圓點 當然你選 支點 OK 所以你看它這裡寫一個O在這裡 RO在這裡 所以O 那這個是陀螺 它的重心假設在這裡 所以它把它畫成好像一個盤子 哇 沒關係 像是一個盤子一樣 那麼它的重心或者是直心 往下就有一個重力 我要很小心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TOW的判斷要很小心 所以MG重力是往下 R是從這個支點畫到這裡的這個R 所以TOW是什麼方向 R cross F OK 所以最好的辦法一樣 你把這個R移到這裡來 所以我這裡畫了一個R OK R cross F 水平方向 OK 力是往下 可以嗎 來 自己腦筋放一下 這個是 當然我假設這個是在剛剛我講的 幾乎是水平的這個狀況 OK 但是呢 即使不是水平 這個R跟MG 可能會有一個夾角不是90度 但是剛剛講這些事情還是對的 再一次 這個是從這個點畫過來 這個是水平 這個是千值 水平千值 所以R cross F 跟這兩個都垂直的 就是另外一個水平的方向 這樣講夠不夠清楚 所以是因為重力給力矩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轉 等一下啦 不要poke 好 但是你們先不那麼快嘛 TOW TOW是水平方向可以嗎 第一步 當然你要是像他那麼快也行 但是TOW是在水平方向 可是TOW在水平方向 而L呢 是在另外一個水平的水平方向 因為L在R的方向 OK 那麼你的TOW自然就跟R互相水質 所以你把它畫出來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白的一個圖 L是在這個方向 TOW是在水平的方向 所以R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TOW跟L是互相水質的 大家都知道TOW如果是… 而TOW呢決定了L的變化率 就好像力決定了你的這個速度的變化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自然界圓周運動呢 就是你的力跟你的速度是互相垂直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速度根本不會改變大小 只會改變形狀 而且是一個圓周運動 那你猜這裡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比較快 那除了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TOW跟你的L互相垂直 TOW造成了L的改變 所以你的L就一直不斷的改變它的方向 而不會改變它的大小 因此你的L就不斷的改變 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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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它就繞著你的切子走 做圓周運動 就好像我們在自然界的這個 等速圓周運動是沒有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的力 在自然界等速圓周運動 是你的力跟你的速度互相垂直 跟位移互相垂直 那這裡呢 TOW跟你的L互相垂直 好 可以喔 OK 好 那這個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所以腳動量的大小不變 方向就會覺得水平不斷的變化 OK 那即使不是剛剛講 剛剛講是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是以這個 這個陀螺幾乎是水平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不是水平就比較像這樣 但是你的TOW還是一樣是水平的自己 自己說服自己 所以這個圖是Rxmg 你把R移到這裡來 Rxf 所以TOW是這個方向 OK 那TOW是這個方向 那一樣TOW是在水平方向 所以你的L會一直不斷的轉動 所以這個走就會這樣子轉 所以剛剛那個圖是這樣子來的 好 我們甚至可以算得很清楚 它轉得有多快 有興趣在看 不過這個計算就跟我們在做牛頓的等速圓周 像一加速度的討論是一模一樣的一個情況 好 不過這個二零級再說啦 不過大致上呢 因為你一個周期了以後 剛剛你講過的話 如果是一個軸也是一個圓周運動的話 那走了一整圈 你的總的L的變化是可以算出來的 對不對 那又就是繞一圈 L就繞了一圈嘛 對L就繞了一圈 OK 所以這個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怎麼計算 當然啦 我們剛剛講的是你的陀螺轉得很快 如果你陀螺轉得不夠快 你的這個Omega就不能夠忽略掉 哇 那你就慘了 OK 所以那種情況之下就非常非常的麻煩 因為你繞牽子走的角動量 就必須要跟陀螺自己的角動量 兩個角動量一起考慮 這種情況之下 吞噬最後的結果是非常非常難討論 但是也有一個像衛能 你們 這個衛能會常常出現 那它呢 這個就是二年級的標準的教材 從教材裡面拿出來的教科書的那個 它基本上呢 就它這個東西會在兩個中間這樣擺盪 這樣擺盪 反正你二年級老師再來整個問題 好 這好像是一個影線很小 對 就是這個 所以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這個東西呢 它的轉 那個陀螺的轉動並不夠快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出現這樣的擺盪 而不是一個 一個軟軸的條件 你看 這樣子 好 好 我還滿喜歡這個 這個是 腳踏車輪 好 看完這個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個部分 快一點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真實會如此 OK 這個影線還不錯 好 再給大家一個 把整個問題再澄清一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妙的一個情況 就是 這是在物理裡頭 第一次你遇到呢 你的作用 你對它的一個 你的力的方向 跟你的物體受到影響的方向幾乎完全不同 對吧 你的力呢是往下的 沒想到竟然是平平的轉 對不對 所以呢 翻譜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交材 告訴你的物理呢 自然界的情況 即使是簡單如一個陀螺 有些時候跟你想像是不太一樣的 原因就是不用陀螺轉現在轉 那你可能會說 簡單一點 那如果陀螺不轉 我的討論會有什麼不一樣 欸 可以 陀螺現在不轉 陀螺不轉 陀螺不轉 你放手它會怎樣 不然就掉下來 掉下來是不是要旋轉 掉下來是不是要旋轉 你看看對不對 OK 來 所以兔並沒有改變 兔還是這個方向 對吧 這我就不用再論述一次 就算你陀螺不轉 你的兔力矩還是同一個方向 水平方向 所以呢 如果你的力矩是水平方向 跟剛剛最大的差別是 你現在根本沒有角動量 不轉 角動量是0 這沒問題 角動量是0 你的兔是水平方向 所以你的L會在水平方向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跟剛剛不一樣 因為剛剛的是本來有L 所以你的角動量 你的兔會讓它的方向改變 大小不變 你現在根本沒有L 所以你的兔會慢慢讓你的L 這個圖是從上面往下看 因為一開始是等於0 Li是等於0 所以一下一下一下的兔對它的影響 就是讓它在水平的方向產生了一個L 等等 水平方向產生一個L 而且是軸跟軸垂直 軸在這裡 跟軸的方向垂直 什麼意思 那就表示它會繞著你的L的方向轉 不要忘記了 在最後一次L的方向 Omega的方向 就是你的旋轉軸的方向 more or less 是如此 more or less 是如此 所以你的L如果是這個方向 那你整個這個陀螺就往下掉了 繞著它轉 什麼叫繞著它轉 繞著它轉就是掉到地面上面 掉下來了 沒錯 所以我們的討論是對的 在這種最簡單的情況 把一個陀螺沒有轉的時候 擺在這裡會怎麼樣 會掉下來 Consistent 一致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練習 把比較複雜的情況 跟一個比較簡單的情況兩個擺在一起 如果你兩個都想通了 那就表示你真的轉了 這也是大 你看網路上 你看我就沒騙你 這種東西是非常適合給學生 給那個小朋友看 你看網路上有一大堆的幾種影片 有興趣在看 那當然這個有些實際的用途 因為很多的這個定向器就是用這樣 因為角度量守門的關係 或時間的關係我跳過去 來 最後放大家走之前 我們已經快要達成我們的目標了 你看 我們現在給角度量一個定義了 OK 那我們的問就是重來一次 我先來給ω一個方向 把它寫成一個向量 給 τ 一個方向寫成一個向量 τ 我知道已經等於 eL dt 那如果我能夠證明 L 呢 那我只要把它帶進去我剛剛所得到的結果 我沒有答問的話就給它說一定對 就表示它一定對 所以這個一定對 所以我如果能夠證明呢 對一個鋼體來說 L就等於 iω的話 那麼 τ 就等於 iω 不信的是 不信的是 我們整個課就在這個地方全部的崩潰了 因為萬事起背 只先登峰 不信的是 L跟ω竟然不是同一個方向 喔 所以我剛剛說 L跟ω的方向就是它旋轉軸的方向 在這裡就完全的破功 原因是自然界很多的鋼體呢 並不是完全的不是對稱的東西 來 我秀一個給你看 它真的不是 L跟ω的方向 真的不是同一個方向 這個是超簡單 再簡單不過的一根棍子 棍子本身沒有質量 但是這裡有質量 這裡有質量 OK 這個是m1 這是m2 這是從我們二年級的力學教科書 copy下來的 現在我讓它繞著這個ω米格 牽直走轉 ω米格在這個方向是沒有問題 ω米格在這個方向 好 所以它這樣轉沒有錯 它這樣轉沒有錯 來 我們試一下用我們的新的定義 R cos P R 不要忘記了 問題就在這裡 你現在的原點 只能選一點 你一定要兩顆粒子 你也不能選在這裡 你也不能選在這裡 這要選在兩個中間 所以我就說通常直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法 所以你如果O選在這裡 這個是R 這個是P 你自己算一下 L是什麼方向 這個方向 這個是R 這個是P 我是哪個方向 我是這個方向 我這樣講對不對 來 看一次 R cos P 所以通常我們的說法就是 你把這個東西移到這邊 所以我這裡寫一個R1 所以R1 cos V 對 沒錯 所以R cos P 所以R cos P 各位 這麼簡單都做不出來 這麼簡單的一個情況 L就是不等於I omega 所以三度空間裡面 L不等於I omega period 這就是為什麼它困難 在三度空間的鋼體裡頭 你的攪動量 就是不會跟Omega是同一個方向 我們好不容易把L做出來了 我們好不容易把Omega做出來了 沒想到L跟I omega就是不會同 這個方向 這筆袖給你看 Omega是這個 Omega是什麼 Omega是它的運動 L是什麼 L5也不知道是什麼 L就是R cos P 老師一直說 不能問 對 因為我如果定義是R cos P 我可以得到Tau等於DLPP 得到這麼抽象 這麼漂亮的一個結果 但是它跟我們的旋轉 就是差了這麼一步 兩個就不會同一個方向 好 不過話說回來還好 這有兩個好處 講了這好處我們就給下課了 第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的這個旋轉軸 是一個對稱軸的話 L還是等於I omega 兩會同一個方向 這個要正理 但是呢 感覺很好 所以相信之類的 所以呢 你的腳動量 如果你的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 不管是那個小朋友在做這個 或者是人在轉 whatever 之前我都偷偷把這件事情放進去 你們都沒有發現 或者陀螺 我都偷偷放進去 原因就是我知道說 你的腳動量 在剛剛講的如果是對稱軸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是等於I omega 這很容易記 所以你就把它記起來就好了 如果是對稱軸 腳動量跟Omega是同的方向 好可以喔 那所以之前所講的那些 不管是小朋友在做 在那個椅子上的旋轉 或者是剛剛講的人的旋轉 或者是跳水選手的旋轉 游兵選手的旋轉 或者是剛剛講的這個陀螺的旋轉 都滿足這件事情 所以偷偷的把這件事情 用到剛剛的裡頭去 等於I omega 但是很多自然界的東西 就是不會是對稱的啊 如果長得像這樣怎麼辦 對不對 又不是每個人都長得像林治理 對不對 我們總是有點缺陷 對不對 假如說你的這個人 鋼體就長得像這樣 那我怎麼辦呢 物理學家還是有辦法 這個我稱之為物理力學 最偉大的一個定理 我可以證明 不管是任何一個鋼體 任何形狀喔 富士林治理也沒有關係喔 下次選一個比較好一點 你們這時代比較漂亮的是誰 Anyway 對任何一個鋼體 我都可以找到三個軸 它不一定要是對稱軸喔 對一個鋼體 我可以找到三個軸 我們唸了這個才太容易 太重要 我可以唸了 任何一個鋼體 我都可以找到三個彼此正交的軸 OK 這三個軸呢 如果你的鋼體是沿其中的一個 比如說x prime y prime 跟z prime 繞著它旋轉的話 那麼你的L還是會等你開 我們來 你可以找這三個 任何的 任何的 OK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繞著你所選出來的這三個 不是你選的 就是你算出來的這三個軸 那麼L x prime 就會等於 i 乘上 omega x prime 那 Ly 就會等於 i 乘上 omega y prime 這個呢 可以嚴格的證明 我將在這個直播裡面 跟大家介紹這個證明 OK 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不要忘記了 L是有嚴格定義的 OK R 或是P 那我就把它加起來看看 果然是越看越複雜 各位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二年級是怎麼樣過日子的話 這個就是你二年級的生活 典型的力學的推導跟力學的討論 好 最重要的是它的結果呢 事實上可以寫成一個 角動量可以寫成 角動量可以寫成矩陣 它事實上是可以寫成一個矩陣 寫在哪裡 最下面的蛋 對 對 L可以寫成一個矩陣寫在哪 OK 哦 懂了 所以對一個鋼體來說 沒想到它的轉動觀量並不是一個數 它是一個矩陣 OK 這就是你二年級會推導的一個結果 那更厲害的是 如果它是一個矩陣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對角化 就可以把它對角化 所以第一次見面 I can value 本真值 本真函數 這個是你就是開始教的是不是 紀錄開始教的 那為什麼 對 我知道 為什麼高老師要先開始教 原因就是 未來的四年之中 你就會天天被這個東西說 折磨 這個稱之為本真函數 本真值 以及本真向量 OK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你想幹嘛 連這個字我都看不懂 Igen是德文 所以呢 沒有翻譯 比較好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英文翻譯應該叫做 characteristic 應該叫特徵值 跟特徵像樣才對 但是 Igen Igen value 講得稍微雄壯一點就很像德文 Igen value Igen value 就對了 Igen value OK 所以呢 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重要 因為呢 Igen value 跟Igen vector 在量子力學裡面 是天天吃飯的東西 OK 所以你可能 你不喜歡也好 你高喜歡也好 但是它本身非常的漂亮 你看 就像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事實上可以證明 你可以證明它可以找到三個軸 這應該是很有趣的事情 OK 所以這個我會在那個 那這個東西呢 不信的 不信的 是它跟 Couple的 跟那個 偶核的 偶核 偶核的 arseration 竟然也是有關係的 既然是有關係的 要真知道 在偶核的這個情況之下 讓我是在直播裡面會講 在偶核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把所有偶核的東西的這個方程式 寫成 again 我都可以寫成 這是一個偶核的 我可以把之間的偶核一樣寫成一個矩陣 那這個矩陣一樣 我可以找它的IgonValue 所以把這兩個東西核在一塊 我就可以找到廣義的坐標 這個就是所謂的廣義坐標 廣義坐標本身就是一個震盪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說 任何的一個物體的變形 都可以看成是一個一個一個的 減結震盪的組合 為什麼我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找這些震盪就是在找IonValue 也就是在找怎麼樣子把這個矩陣變成對角化 這些詞對你現在都還沒有意義 但相信我 等到你四年級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一輩子吃亂的東西 至少才誤你心理的 OK 好 今天實在是講得太遲了 我整個熱都還沒開始講 但是聖誕節還是要到來了 所以大家聖誕節快樂 所以這個祝拜四的時候是聖誕Christmas Eve 我不曉得你們要怎麼慶祝 我們以前是跑到 我們以前是跑去做耶誕彌撒 我不是教徒 但是唯一的一天你可以進教堂去的 不是教徒 你可以進去的 這是耶誕節 就在那個啊 就在那個 教門口外面 不是啦 那個台大 教門口外面可能也可以 但是規模比較大 是大家都可以進去的 就是在那個台大旁邊那個教堂 您兩堂 不是您兩堂 只有台大旁邊有一個教堂 好像有 好像有對不對 很大很大的一個教堂 在台大的側門的那個地方有一個教堂 那個教堂是可以進去的 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那一年第一年大一的這個聖誕節 坐在四樓 哇 你咧 看下去 可是感覺真的很好 不要忘記了 聖誕節除了是狂歡啊 或者是開心的之外 最重要是幸福啦 因為在這一天 不管真的假的 好像有一個人因此為了我們而誕生 你不覺得你很幸福 而為了我們的重生而誕生 那你不覺得很幸福嗎 所以其實耶誕節最重要的感覺是幸福 你相不相信耶穌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希望在這個歲末 今年是一個非常 喔 太陽出來了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覺 祝大家耶誕節快樂 雖然耶誕節還是要上課 好 不要忘記了喔 說完網路習提 好 還有網路習提 好 還有網路習提 好完美